2021年12月15日凌晨进行的一场西班牙国王杯比赛中 西班牙人客场2比1逆转战胜克瑞斯图竞技 吴磊为球队打进扳平一球 打破了342天的进球荒 比赛进行到下半场46分钟时 M88策动攻势 吴磊接到边路没隆的传球 门前电射破门 我们应该为吴磊打破进球荒而喝彩 但是让人一直诟病的单刀球还是没有改变 几分钟之后的单刀再次被封堵 这种球只要向右边一趟过掉门匠就是空门 非常可惜 这球没尽让人联想到几天前的苏格兰女族超级联赛 沈梦宇的单刀进球 沈梦宇接到中场队员的精妙之赛 停球 摆脱 射门 一气呵成 球处理得非常合理 沈梦宇此球丝滑的处理 让人简直不敢相信是女足的比赛 让人看着赏心悦目 未来可期 如果吴磊有沈梦宇门前处理球的冷静心态 想必提升空间会更大 也希望吴磊能在日后国足12强赛中不断证明自己 在前不久公布的亚洲杯女足大名单中 沈梦宇也是如愿入选 期待她能在接下来的亚洲杯比赛中有精彩表现